歡迎收看永康新世界 請幫忙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今天很高興要請到的是 張武岳教授 大家好 請到張教授就知道 我們要聊的應該就是兩岸 相關的話題 或者是中美之間的話題 好 那今天 我先問一個張教授一個問題 因為王國財跟所有的台灣人呼籲 最近沒事就不要去香港了 因為到當地的觀光風險會增加 你最近有去香港的計畫嗎 目前為止沒有 大概年紀大的 目前沒有計畫 王國財為什麼要台灣人 暫時不要去香港了呢 因為香港的23條立法 也就是香港基本法當中的 香港國安法的部分 在23號週六正式生效上路了 這也是我們今天討論的主要話題 我先幫大家背景補充介紹一下 如果對這個議題 不是那麼熟的朋友 趕快先來看一下 還記得前幾年 反送中那段時間的香港法 每天都有新聞 而且那段時間 香港真的是比較亂 後來又有黑衣人等等 那就在2020年中 香港實施了香港的國安法 當時只納入了23條部分禁止的罪行 包括分裂國家 煽動叛亂跟顛覆中央政府 其餘的部分沒有做處理 說留下來讓香港政府另行立法 所以今天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另行立法到了現在 就這個禮拜 當中23條立法正式通過 23號正式的生效 這裡面列了什麼呢 有各種涉及到國家安全罪行的定義 跟相關的罰則出現了 包括了叛國叛亂 煽禍叛亂以及離判 或者是具有煽動意圖的作為 跟國家機密跟間諜活動相關的罪行 圍害到國家的安全破壞的活動 境外干預從事圍害國家安全活動的組織 香港的基本法當中的23條已經確立 所以現在香港有國安雙法 哪個雙法的 包括了中國大陸的全國性的法律 以及香港本地的法律 到現在可以說是完備 很多專家說 從此要切斷香港跟境外勢力的聯繫 也就是為什麼台灣人講 所以現在到香港去 可能你的言行舉止 如果被去解讀的話 可能會增加風險 所以台灣人就這段時間不要去了 對於這個話題 我們今天特別特別 有很多網友說 永康啊 你的節目可不可以邀請一些 大陸的學者加入我們的交流跟討論呢 我有邀請過 但大陸只要是有現職 教職或者是公職的學者專家 都惋謝我 因為說要先去牽合 申請跟學校或組織報備 比較麻煩 後來都沒有答應 那我今天特別邀請到一位 願意來永康新世界 跟大家分享一些觀點 他是一位大陸的資深媒體工作者 跟大家來鄭重介紹一下 雖然叫資深工作者 不過依舊是相當年輕跟貌美 為大家介紹的是 顏樂在我們的線上歡迎 永康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嗎 我們看得到看得到 顏樂介紹一下 他是深圳電視台的當過記者 主播製作人 那現在是個體戶啊 是的 現在自己在創業做自媒體 所以基本上從傳統媒體到自媒體 都是我這十幾年來在做的事情 OK 好 您是第一次跟台灣的媒體人進行對話交流嗎 是的 是的 然後所以還請大家多多包涵 台灣媒體人在你們心中就是 你應該有看台灣那些談話性節目吧 經常看永康哥的節目 經常看我的節目怎麼好意思 你真的是非常有品味啊 不過因為我們台灣人媒體 講話有的時候會比較 你知道很多台灣節目 在很多人的眼中 好像跟戲劇節目差不多 就是比較會有戲劇性 比較誇張啊 那你跟你的印象中台灣人就是講話 電視人 媒體人就是比較浮誇戲一點嗎 給你們的印象 我覺得比較有趣 確實比較有趣 比較有趣 所以等下跟我對話交流的時候 其實你稍微可以放鬆一點 應該是沒關係的吧 謝謝 我希望 好 這個話題馬上進入了 因為我剛剛給大家補充了一個 23條的一個立法的背景 我就先來講一下 台灣媒體是怎麼樣去看 23條立法 我等一下也請 銀岳幫我們補充一下 大陸媒體怎麼報導 23條立法 他解讀的角度 我相信兩岸看23條是絕對 百分之百不一樣的 我來先講一下 有關於工部門 對23條立法的一個說法 剛剛說了 台灣人最低標記香港 觀光的風險增加 民進黨直接說 立法通過這一天 是香港最黑暗的一天 那陸委會是說 陸委會在香港的辦公室 是正常運作的 沒有什麼太大影響 但是 陸委會在香港的辦公室 我請教一下張老師 那時候反送中不是想說 新的台灣的官員的工作簽證都沒有 後來都沒有繼續辦下去嗎 對 因為從2021年開始 其實台灣方面就沒有直接派相關的人員 所以相關的就是官員 到我們的駐港單位 就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所以現在一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大概留下來 大概有50位左右的香港當地的雇員 在維持這樣一個辦事處的功能 你可以想一想 因為台灣方面的公權力並沒有直接派人去 所以說只有當地香港的雇員在處理一些相關的事物 所以這個所謂辦事處的功能一定會受到相關的一些 比較屬於弱勢跟萎 所以當地現在陸委會辦公室就是全部都是香港的雇員 對 沒錯 沒有台灣人的 沒有 那陸委會講這個完全正常運作 也不叫做完全正常運作 因為 如果從2021年到現在 那確實是沒有什麼改變 OK 好 來 台灣的媒體怎麼解讀 剛才這標題給大家看 基本上你看到這個報導是來自於中央社 中央社向來是代表台灣政府的立場 標題寫的是什麼呢 香港通過了基本法23條的立法 那前總督 就香港的前總督彭定康 等80位國際的政界人士同聲譴責 這報導重點都放在香港的言論自由 將在路地被限縮侵害到了民主 還有包括了歐美國家的譴責 那彭定康怎麼講呢 我給大家看另外一個截圖 香港的前港督彭定康說 這又是在香港人權跟法治的棺材上面 釘下了一根大釘子 這已經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行為可恥 各國政府跟投資人要引以為戒 這是彭定康他的一個聲明 我先問一下嚴岳你看到台灣媒體是這樣的一個報導的一個重點 我問一下大陸媒體對於這個23條立法的報導重點放在什麼地方 台灣媒體在講的是西方怎麼看這件事情 大陸媒體其實我看到的是在講香港人是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們看到的是有分三塊的報導 第一塊是有採訪香港的官員 香港官員的講法是說這樣很好讓香港首先能夠安定下來 安定完了之後我們再拼經濟 因為對香港來說現在大家跟每個地方一樣都希望把經濟搞得很好 那第二塊呢是採訪了一些香港的在經商的組織 那他們也更加希望這個環境可以更加安定下來 比如說我今天早上剛剛走訪了一個物流公司 你知道嗎中國大陸出口到這個海外的商品 很多是通過香港來集散的 所以他必須要先運到香港再由香港運到海外 那所以對於香港的這些做物流的做跨境貿易的企業來說 他們也希望香港不會再像之前那樣有一些暴亂的情況發生 這樣的話呢就能更好地拼經濟 那第三塊呢其實有採訪到 就是有報導到這個對於香港一些普通人的採訪 其實在對普通人採訪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最近大陸會來看到 香港有一個四大才子之一叫做黃瞻 他在2002年的時候的一段話 那他在2004年去世了 也就是像他去世之前對整個外界來講的 那其實有講到黃瞻說強調任何國家都是以保護國土 維護國民整體安全為第一要務的 說如果香港我們香港人不珍惜這樣的權力 將會把香港推到非常危險的境地 有人利用這陣子香港經濟低迷 注意喔這是2002年 人心不安的機會努力製造不少 表面堂正骨子裡居心莫測的言論左右我們的思考 那這段話呢會被現在重新的報道出來 我覺得其實是有代表香港人現在的心聲的 不是每一個香港人都希望一直處於那種混亂的地步 也有很多香港人在保持自己獨立的思考 做物流的認為說經商環境是要安定 安定不亂才能夠做生意 同樣我也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就是 這個歐洲商會的一些商會的說法說 這可能帶來一個新的一股寒意 因為不知道他們在當地做生意到底是被歡迎還是不被歡迎 不過我相信嚴岳應該在大陸做媒體 像對於台灣的張維越教授 非常知道兩岸的一些運作的這樣專業人士 你應該有些問題吧 是 其實我想要問到的張教授是 香港23條立法的通過對於您來說 您自己的感受是什麼 因為對於大陸來講香港其實一直是被作為台灣 讓台灣先看一國兩制會走向什麼一個狀態 可是在之前發生1819年休立風波的時候 那其實會讓蔡英文 就我們會覺得蔡英文撿到槍 利用這個來讓台灣人有所謂的芒果乾 所以我想知道現在是給香港人有一個保護 可是我不知道對台灣人來看會怎樣 從台灣的角度應該是這樣來看 如果從我個人關注 第一個我覺得說應該尊重香港民眾 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那如果香港長期以來大家關注的是 第一個它要繁榮 第二個要穩定 那顯然的從大陸的角度來看 23條立法至少可以穩定 我想穩定應該沒有問題的 因為現在如果以大陸媒體在採訪過程當中 哪一個香港的官員 哪一個香港的媒體 哪一個香港的這樣一個商界 哪一個香港的所謂一般民眾 敢講出跟基本法23條跟國安法 像不同的言論 而且這種言論講出來還被勘載 那這是無法想像的 所以我相信穩定這個部分應該沒有問題 但是穩定之後大家要關注的 香港是不是能夠維持一個穩定之後 能夠走向繁榮 那我相信說這個應該是北京中央重視 也是特區政府裡面關注的第一個要務 因為大家都希望香港不僅能夠穩定 更重要的還要繁榮 因為有繁榮的穩定 才是香港人所期待的 那第二個從台灣的角度來看 其實永康大概剛剛談到了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的話 當然也會關心說 這樣一個基本法23條當中 當然它會涉及到 跟境外的政治性的團體 跟組織聯繫的問題 那其實我補充一下 雖然台灣的我們的王國財說 盡量沒事少去香港 但是去年一年 台灣有78萬人次的民眾去香港 那香港的民眾也有110萬人次的民眾 到台灣來 所以台港之間關係一直都是很密切的 如果我們看說 香港在兩岸之間扮演什麼角色 第一 兩岸還沒有進行直接雙向三通之前 香港就是兩岸關係的先行先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兩岸之間的三通 都是經過香港這個渠道 那第二個你再看 兩岸現在有沒有針對九二共識 大家看法不一 但九二共識講的是什麼 1992年海基海協在香港進行談判 所以從這兩個角度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香港扮演什麼角色 它始終是兩岸關係當中 兩岸勢力當中 第一個最先行先事的 那第二個也是創造一個兩岸 談判政治對話的基礎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說 台港之間人員交流這麼多 不要因為這樣一個基本法 23條的立法 讓人員在交流過程當中產生影響 那第三個目前為止我們看到 那其實台灣方面在香港還是有辦事機構 雖然辦事機構 現在官方的官員沒辦法派到香港去 那我就跟嚴岳講一下 現在香港的情況有多特別 台灣方面相關的人員 像我們台旅會的官員 可以派到北京 可以派到上海 那台灣方面的辦官方性質的外貿協會 也可以派到大陸各地去 但台灣方面的包括什麼 只要具有外貿協會 香港派不進去的 我説香港派不進去的 去北京可以 香港不行 上海可以 大陸可以 就是香港不行了 為什麼 因為香港要求你要簽什麼一宗承諾書 可是大陸方面不需要你簽這個東西 所以我講這個例子的意義說 那大陸方面的台旅會 大陸方面的所謂的海旅會 機電商會 乃至於包括海貿會 這些具有官員性質的 也可以到台灣來 但是香港目前為止 當然它目前為止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它現在目前為止 還是處在一個比較屬於 沒辦法順暢運作的時候 所以我們希望說基本法23條 如果已經完成立法的 台港之間的交流 希望不要受到影響 那台港之間的相關的機構 也能夠發揮它的服務功能 更重要的 香港之間長期來是作為 兩岸關係發展的機會之窗 千萬不要變成 兩岸關係裡面的殖餘之殃 那這應該是多數的台灣民眾 基本的一些看法吧 當然我身為在台灣工作的一個媒體人 可以跟張教授講 你剛剛說台港 要作為兩岸的先行的一個地方 去年70多萬台灣人去香港 香港有100多人到台灣 未必如此 為什麼 因為這每一年將近78萬人 到香港去當中 絕大部分應該都是旅遊 應該都是經商 應當都是探親 應當都是美食 應當都是購物 以及應當是透過香港這個地方 直接就到沿越的地方深圳去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相信對政治人物 對政治性團體 或者說對於你想要去香港 從事以所謂的新聞媒體的報導 跟相關的採訪 這個部分可能心中會有一把尺 但是對大部分的民眾來講的話 我相信他是會關注 但是你說會產生很大的改變 我們明年這個時間可以在這裡談看看 看說數字有沒有大幅度減少 好 明天看 因為很多是 如果一般老百姓去吃香港美食 真的不會有太大一個心理善悯力 經商 還有探親 對 過境 這應該不會有太大影響 但是我再舉個例子 因為港區 香港地區的國安法是不肅極既往的 對不對 是不肅極既往的 不過在反送中的 當時港警去抓一些黑衣人的時候 是有把這些黑衣人過去在社群上面的言論 都有加以調查 都有依這個 他過去曾經PO過什麼樣的文 發表過什麼樣的文章 都有一起送辦 對 所以23條立法上路 這判亂罪最高 是終身監禁了 我應該也是不肅極既往 很難說 很難說 對 好 那我就問 因為這個政制上路之後 黎智英現在還在被關嗎 那如果引用新法的話 那不就下場就終身監禁 應該講究法條最嚴重的是終身先禁 但是如果大陸方面已經在香港 中央已經代行立法 港版國安法 那香港也完成立法的 那大陸方面應該 跟香港方面 應該有這個智慧來判斷 那把黎智英這樣一個 在香港目前為止 已經沒什麼太大的媒體的 在香港這樣一個政治法律 天羅地網的密布國家安全 已經滲透到每一個領域架構下 我不曉得他還有什麼多大的作為 我也不曉得他有多大的作用 我也不曉得他能夠在香港能夠引花什麼樣很大的效應 你如果說他在國際社會 在香港以外的我相信是有的 在香港內部來講的話 香港的民眾 香港的媒體 香港的 所謂我們講NGO 來自於香港各界 那我不相信說 黎智英現在有非常大的一個所謂作為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要不要把它定位成最嚴重的無期徒刑 我相信這個香港政府跟北京方面 應該有這個智慧 他們會做出他們認為適合的判斷 張教授就認為黎智英在香港 能夠發動實質的影響能力 跟過往是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 而他又是一個所謂言論自由 或者是煽動罪的一個指標性人物 你把它去弄眾生監禁的話 反而可能在國際之間會被更加放大跟討論 有這樣的必要嗎 你說的是北京有這個方面的智慧 去做一個權衡就是了 不過我有一個補充 就是我看相關的報導的時候 如果是持有具有煽動意圖的物品 都可以被判處最高三年有期徒刑 我看多視的媒體就去找 什麼叫做具有煽動意圖的物品 在反送中時代 那個時候的蘋果日報 舊的報紙 都算是具有煽動意圖的物品 所以如果香港的朋友家裡面還有舊的蘋果日報 考慮還不要留著 還是直接把它拿去給丟掉 是有媒體做這樣的一個整理了 不過大家還在關注就是 這個香港的雙國安法正式上路之後 要斷絕的就是所有境外勢力的影響 當中這一部分 因為我們也有討論過 之前跟其他來賓 就是香港是很多情報人員會進駐的一個點 對 各國的情報人員都有在那邊有點 你說不管是CIA 或者是美國官方資助的一些媒體 像是在香港就有自由亞洲電台 現在報導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自由亞洲電台4月 辦公室就要結束了 那據說可能會有部分工作人員 要到台北跟華府 對於這一點 嚴岳也有些問題想要發文 是嗎 其實我不太同意 就是有一點點不太同意 剛剛二位所講的 這個點在哪裡呢 就是我覺得大家對於香港二十三條立法的這個立場的預設 就是說很恐懼這個法 這個法會不會讓自己會受到什麼危害 但其實我覺得並不是這樣子的 就是實際上你正常的來香港玩也好 你在香港生活也好 你只要不是觸及到 我們像反送中時期那些暴動啊暴亂啊 或者一些組織 我們被上名單的組織定義的組織 其實這些事情跟你沒有關係 反而是當你心裡特別恐懼的時候 把這個一條一條的要跟自己對號入座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哇這個東西好恐怖啊 可是你什麼都沒做 你為什麼要對號入座呢 還有剛剛張老師其實有提到一個說 去北京是不用簽原則的 去香港要簽一中原則 那作為我來講 我覺得簽一中原則有問題嗎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這是九二共識很早之前就定的一中原則 這是一個最大公約數的一中原則 為什麼不簽呢 簽了有什麼問題嗎 到底難在哪裡呢 這就牽涉到台灣 為什麼一定要台灣 對台灣一定要站在一個很恐懼 這個事情一定衝我來的這種感覺上來 其實你就是正正常常的生活 購物交往在那裡工作 你不會觸及到這個法律的 沒有人會找你的 剛剛嚴岳您講這個我要特別說一下 因為我一月份才去上海 對 我去上海玩我是沒什麼心理壓力 確實香港二十三條字出來我看著文字 我去台灣做媒體工作 我可能會有些壓力 這個就是剛剛嚴岳講的 好像你這個去上海 你說不用簽一中原則 到香港要簽一中原則 感覺心理上會有個壓力存在 應該是這樣來看 因為以往來講 其實以往台灣的相關的人員 就是官員去香港工作也好 那去澳門工作 第一要符合當地的法令 這一定是必然的 這一定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當然也不能夠從事跟許可目的 工作不相符合的活動 這也是必然的 以前大概因為有善意 以前就是告訴你 就是你來這邊來講的話 可能不能從事 違背我們相關的法律 嚴格講 嚴格講 還不能夠從事跟許可目的不相符合 到上這個東西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如果白紙黑字要寫在上面 一定要簽什麼一中原則來講的話 很多官員怎麼可能會簽得下去 台灣尤其是官員 對 他是台灣官員 連到大陸去 大陸也沒有叫你說要承認什麼 要承認一中原則的問題 理論上香港 應當比大陸更寬鬆 這是藏起來一貫如此 一國兩制 哪裡有說香港的這種做法 自我設限的比大陸還更加嚴格的 那這是什麼理由 所以我的意思說 像這些東西以前 如果說基本法二三條還沒有立法 他欠缺信心 他防衛杜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基本法二三條 已經完成立法的 香港現在應該有國安法 有基本法二三條 已經變成是一個 布下一個國家安全層層不透 層層不透風的這樣方式 那還需要這樣一個 採取一個最嚴格的方式 還是他可以有更大的自信 就取決香港自己政府本身吧 所以理論上這種東西 是用告知跟簽署的 是完全不一樣嘛 要被告知 跟你要證實是白紙黑紙 簽署是不一樣的 當然不一樣 原油我要回答一下你的問題 因為你剛剛講說 這簽這個九二共識 不就當時都已經兩岸是一個共識嗎 但問題就是現在九二共識 在台灣自己內部是沒有共識 這就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您在大陸的媒體工作這麼多年 你去看香港二十三條內容的話 你會覺得規定會比大陸更加嚴格嗎 還是怎麼樣的狀況 本質上我覺得沒有變得更嚴格 我覺得本質上還是說 在維護一個中國 在維護國家的這個 不要被分裂出去 那這不是中國的特例 每一個國家都在這樣子 來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定 不然人民就沒有辦法再生活了 這確實每個政府都會有這樣一個考慮 去做這個事情 不過剛剛那個自由亞洲電台 你本來也有跟張教授要請教的是不是 自由亞洲電台其實我想問的是 在我們看來如果這些反華媒體 他去到了台灣 其實會不會讓兩岸的關係更加緊張 然後在台灣媒體人 就是比方說張教授 如果您想要被自由亞洲電台邀請 去上他的節目的話 會不會有一些顧慮到香港二十三條 我想應該這樣來看 外界對自由亞洲電台 我想說他有點 他遷移是可以理解 有點過度解讀了 因為自由亞洲電台在香港 其實他正式的編制只有四名員工 Hotime的員工大概只有三到四名 所以大家看起來好像牽涉 好像是幾百人其實不是 這四個人的這樣一個工作的方面的移轉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我相信在台灣別的我不敢講 因為台灣什麼都沒有 就教授特別多 那什麼人講話都算數 就是教授講話不算數 如果從這個角度當中 我就說一個從事教學工作者 第一個一定要對自己的專業負責 第二個對自己的所謂良知來負責 所以只要什麼 只要你所講的是符合你的專業 是符合你的良知 我想說不因為它是 到底是什麼媒體的所謂採訪 你會拒絕跟不拒絕的問題 就像我隨便舉個例子 難道自由亞洲電台的這樣一個 對於大陸方面的負面報導跟敵意程度 會比台灣方面經常像我們所講的 還會更具有敵意嗎 三明治 對 應該不會 三立民視自由日報 對 所以說 我就說從台灣 當然我只能代表個人看法 我們人為言輕 但是從一個台灣學術界的角度 我講的一定代表我自己 可能是認爲專業 可能做專業未必符合事實 可能這個專業是一個淺薄的 但第二個 我講的一定是我相信的 我不會去媚著良心 講那些我不相信的話 我當然也不會刻意的去吹捧 或者刻意的去做一些污蔑跟詆毀 我想每一個學者如果從這個角度 並不會因為它是什麼媒體 就拒絕跟不拒絕 你只會要求 這個媒體會不會把你的話 做一些所謂的扭曲 做一些所謂不當的這樣一個詮釋 那這是每一個人要關注的議題 顏月你有看這個 你看我的節目代表 所以我想補充一下 就是所以江教授有剛剛有講到 只要秉持著自己的良心 在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 其實就無所謂香港23條的立法 就這件事情對你是沒有影響的 因為你在秉持著自己的良心 和自己的認為正確的東西在說話 對不對 我相信對於很多普通人也一樣 只要他在秉持著自己的良知 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 他也不會受到這條立法 所謂的這條立法的影響 反而是那些 你沒有在做自己良知上認可的事情 你心懷恐懼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這個立法會不會傷害到你 對你剛剛是做了意見的陳述對不對 還是這是一個問號 我先問一下 對我就覺得 剛剛張教授講那段話 剛好是符合我想表述的 就是你不懷恐懼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他對你有任何影響